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姓黄 叫文桥 我今年66岁 发现到我淋巴癌 这12次里面的过程就是孩子陪着我 化疗过后就添了 在添了里面 30次 想帮去 因为她的痛受不了 多了半个月 有很多冰凤跑上来了 就是耳朵听不到 喉咙也很辛苦 又很难吃没有味道 阿少教整个烂去了 她吃药盐也吞不下去了 我们就围着她祷告咯 一直祷告咯 吞了 慢慢咯 她晚上就也是很痛了 半夜我们就一直跟她洗 沿水跟她洗 洗了就茶药 每天晚上都要洗 洗很多事 我说尽量洗咯 她说我们要忍住 你不忍 你不会好 到今年呢 我还说 这眼睛 模糊 看不到 又要动手术 手术 动了手术之后 有好了 有进展了 下来还要动多 下来12月5号 还要动多一次手术 这么艰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 不要逃避 这次在三六癌症学会 有加入他们的医工团 因为他们的爱 是我学习 来教导我 来帮助需要的人